这么做 咱们这个心理诊所这就算开业了 你这刚看两天的书 你真要开诊所啊 那怎么了 你看看啊 人家隔壁修脚的老王都开美容院了 那个爱穿闲话的小李都搞个人网站了 就连那个只会讲两道笑话的小明都成为文艺骨干了 你要是开这个诊所咱俩就彻底完蛋了 我说的意思是啊 你看 你自己的更年期综合证还没整明白呢 你给人家看病 那不得跟人打起来啊 谁更年期 谁更年期啊 我那是在家闲着没事干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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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闲着没事干 这啊 我给你准备了一面镜子 当你要生气的时候呢 你就拿起它 冲它 笑一下 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的 好不好 行了 行了 知道了 多大点事啊 那我就放心了 那我走了 啊 你干嘛去啊 啊 我有点事 哈哈哈哈 丢不起那人呢 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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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儿不看妇科 你看清楚了 我是个男的 那你有什么症状啊 你 你有什么症状啊 我肚子疼 大夫 你 你有病吧 我们这是心理诊所 我今天就在你这儿看 我这 你 那有什么症状啊 我跟你讲 大夫 我肚子里有个酒瓶子 都快十个月了 不行你来听 行行行了 你知道吗 眼前的妄想症 你这个病啊 我来帮你治 来坐好了 看我的手啊 慢慢的闭上你的眼睛 闭上眼睛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拿出来 哎呦我太厉害 不对吧大夫 我肚子里是青岛 这不老雪花吗 你靠 哎呦我肚子里有个酒瓶子 哎呦你这是什么人呢这是 酒瓶子 你吹我看看 你气死我 气死我 兄弟 你怎么了兄弟 兄弟 我们这是心理诊所 不看病出去 哎呦我说你这人是不是听不懂人话呀 你坐着想干嘛 我想死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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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这是典型的抑郁症 嘿咱们坐下来慢慢说啊 我就是想死啊哈哈哈哈哈哈 想死吗 给你指给你比 写医书 马上就写 现在就写啊 你会好起来的 我好不了了 我现在就去写遗书去 我写遗书 这什么人呢你这是 你天天的寻死觅活的 谢总 你就是大夫吧 咋的啦 我看病 你看病就看病了 你哼什么呀 我哼咋的啦 我哼咋的啦 我说你 你有什么症状啊 心烦意乱 浑身潮热 难受 你是不是还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你家才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 我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我告诉你 我要控制不了自己情绪 我早揍你了我 我告诉你 你有病你更年轻 你还真说对了 我就更年轻 你那咋逼我呀你 你更年轻 我也更年轻 谁怕谁呀 又不知道他打一架 你看你那模样 然后又说我 你干嘛你啊 这怎么还打起来了 好痛啊 我不看 我 我不看 不看正好该谢幕了 好嘞 头的挺热闹的一个作品 反正挺好玩的 让我们感觉 哎呦这形形色色的人物在这里边穿杀了不少 哎呀 谢三位啊 同学们啊 我的妈呀 那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因为有的时候那个 比如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看到一些 一些一些台子本子就说 你们三个也是苦恼的嘛 你对哥的一些不太了解 其实在紧凑点的话会更好一点 但是呢 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OK了 OK了 谢谢谢谢谢谢 谢三位 给我长脸呐 那不要像他脸一样就可以了 对 他们是长脸 我是长脸呐 长脸呐 对对 都是不各自 今天吴大为老师 对三位的评价很高 我觉得这个社会意义还是 很有的从创意上来讲 我觉得比上一期有进步 唯一的就是说